西洋大人 每天天高个年好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昨天受到东风影响 且水气偏少的环境下 台湾各地天气都不错 白天气温则是有点热 甚至新竹、南投、高雄 最高温则是来到36-37度 而今天清晨平地 最低温普遍也都落在20-23度 日夜温差依然有点大 虽然零零星星还是有些局部阵雨 但整体的降雨量都不多 今明两天的天气 大概都还是会跟昨天比较类似的 甚至随着一个分裂的附热带高压单体中心 往台湾北部海面建立 台湾的附近泽气除了更少外 降雨也一样都会比较离心 不过午后如果会前往中南部山区的朋友 还是建议带巴伞 因为这种热对流发展所带来的阵雨 虽然降雨时间通常比较短 但雨势普遍也会大一点点 而另一部分更要留意的则是气温的变化 各地普遍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2-35度 不过由于西半部受到整个偏东风沉降 震温的影响作用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因此在中南部比较偏向内陆侧的地区 单点还是有机会飙升到36-37度 建议白天户外活动时要做好仿晒 留意高温 而受辐射冷却影响 星辰夜晚的气温 折降至20-24度左右 日夜温差依然是比较大 提醒找出晚归的朋友们 记得多待见遗物以免着凉了 周五周六则是短暂受到一波南方水汽通过的影响 降雨形态虽然还是比较类似 不过像是迎风面的东半部、恒春半岛 相对来说它的短暂阵雨可能会再比这几天寡放一些 午后山区则也是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 而目前西太平洋上存在三个热带系统 两个分别是第16号台风及第17号台风 对我们一直来说都没有影响 另一个则是目前未在旅宋岛东北方的热带劳动 快的话大概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地气压 不过预测路径上相较于过去 逐渐有些明朗了 由于现在在日本南方海面 刚好出现一个富高偏弱的区域 预估这个系统未来将会沿着这个弱点 大致上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面往北 再转东北移动 因此除了距离我们台湾有点远以外 其实胃癌的发展强度也将有些受限 要乘台的机会也会是比较低的 因此整体而言对我们台湾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林笑如提供